有時個別股份都可以大幅跑人大市 就算市跌的話 接下來有什麼好東西呢 當然要派一下股份 我知道新能源小寶寶 跟著你買的新能相關股份 沒有買到就真的哭了 Tesla一個月升差不多六成 Year to day升幅差不多接近70% 途中有很多其他數碼 是否全部都是你的推介 其實大部份都是 正正這樣說 我拿了我們基金的磁瘡出來給大家 這裏分了兩大類 左邊的新能源升級和新世代生活 就是我們一些很核心的看法 或者是一個看法 因為我們最重要的是 買東西是在買的 我們說世界正在變成 我們要看大一點的格調 而不是只看短期下下 只是做一些sector rotation 如果喜歡sector rotation 即是炒短一點 可能只看著兩三季表現的變幅 就會是右邊那些 就是選一些 可能跟舊經濟相關 和通脹可能有受惠的 可能右邊那些會適合 而當中有些新元素在裏面 我猜新能源升級 我猜這次就不需要說太多 除了Tesla之外 但是你會看到 我們之前例如像And Face這些 都是在說一個 迷你電網相關的東西 我只是想提一件事 兩年前或者過去一年左右 幾次上來 可能大家覺得新能源升級 好像還很概念化 但是其實過去這幾兩年 加上現在COP 26開港會的東西 未來幾年我可以說是加速的 所以絕對不能看少 新能源升級相關的股票 但是FIRST SOLAR最近出了市 剛剛的季度 季度銷售就大幅差過預期 是的 其實有點猜不到的 或者這樣說 其實我們之前買下去 就因為它在太陽能板塊裏面 其實它有個獨特的技術 還有中下又用到的技術 不是只有它自己有技術 但是沒有人用 但是另外就是因為它的供應鏈 比較少跟中國相關 變成這個在板塊裏面 比較突出一些的其中一隻 但是其實之前它在整個板塊還沒移 其實它正在移動 短期裏面我覺得 業績有少少令人失望的原因 因為And Face出完業績貨頂 那些人就強行炒上FIRST SOLAR 是的 我自己覺得 這個就是有少少短期的懲罰 但是長期我們還是繼續看好它 但是另外反而我覺得 新世代生活這件事 這件事是很熱的 這一欄最近 是的 這一欄是很熱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把幾個概念放在這裡 例如的 我先說中間那隻NVIDIA 好的 NVIDIA 晶片股 但其實這件事最重要是 每件事都對 大家想最近的 最近最喜歡說元宇宙的關係 METAVERSE 是的 你說blockchain 因為大家要去掘礦也好 那些有關它事 你說很多車 新能源車做電氣化 大家都用很多要高端一點的晶片 有關它事 所以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有些概念可能很遠才能落地 但是在過程裡面 例如NVIDIA這些 就是無意中會受惠的 它本身已經是龍頭理了 在晶片上 是的 本身 其實它跟AMD 搶著Intel的市場 Intel真的跌得很厲害了 所以其實這一款 我們會想不到 短期內又是爆升得很厲害 我想問你真的會不會 好像市場這樣說呢 NVIDIA是下一隻Tesla以外的 1 trillion market cap的股王 其實我們看它覺得有機會 是不是真的 因為實在 還有最重要的是它出那些 因為我們每次看到 為什麼呢 晶片公司它們出一些Graphic Card 它每次一出那一刻 有時候好像跳了別人 不是一級 好像幾級 那樣的味道是級半 是的 公平一點 是的 變成是有它感 而且會出現一個情況 你剛才提到Tesla 我們會看到近這兩三年 明顯龍頭有一個優勢 就是當你的資源不夠 那些人寧願給你貨 還有最重要的 還有一個特色 這兩間公司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因為造響了名字 人才是願意去你的公司更多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